对于中国观众而言 提起八卦掌 人们可能会想到一部武侠电影 《武林志》 这部电影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影片讲述了武林高手东方旭 在与俄国历史达德洛夫展开拼死较量时 以八卦掌取胜的故事 几年前著名导演王家卫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辩访民间武林高手 再次让八卦掌、行义拳等传统武术拳种 出现在电影大屏幕上 一时间引得人们津津乐道 八卦掌是浩瀚武林中的一朵旗帕 因其独特的席练风格 良好的健身和积极价值 以及历代八卦掌先辈的继承与发扬 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武术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全种记忆 八卦掌 史创于清末 相传啊 其创始人董海川 他自幼好武 辩游四方 投名诗 仿高有 习练多种全数记忆 之后 董海川他有幸在安徽九华山得遇云盘老祖传授记忆 整理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权术 八卦掌 董海川的传奇一生曾经出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 最为著名的是以董海川为人物原型的长篇评书《童林传》 据传呢 董海川曾经因为躲避官府的缉拿 而隐姓埋名到京城肃王府当差 他高超的武艺得到了肃王的赏识 那肃王就命他在府中传授武艺 年老之后 他请辞出府 专门教习八卦掌 而跟随董海川学习八卦技艺的人络绎不绝 这其中啊 许多人都是代义投师 由于董海川他善于因人授法 因才施教 启发弟子以一礼物权领 不拘一格的传授记忆 也就造就了许多权术的大家 比如说董海川的大弟子尹福 他早年呢曾经习练少林权 尤其以罗汉权弹腿建长 他随董海川学艺之后呢 功夫日渐精进 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 隐派八卦掌 董海川还有一个弟子十分有名 就是被人们称为眼镜城的 承廷华先生 他曾经以开眼镜店为生 有人说呀 城之八卦 武林声名极慎 繁衍八卦掌机无不知眼镜城业 承廷华在拜师董海川之前呢 他曾习练摔跤 投师学艺后又深得赚掌的精髓 且功力深厚 他曾代师传艺 并且于崇文门外啊 设厂执教 广受门徒 对于后世八卦掌的传习影响巨大 成派八卦掌呢 也随之声名远播 好我们来看一下八卦掌的这个流派和风格特点 八卦掌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到如今呢已经形成了隐派 成派 良派 史派 张派 等诸多流派 那由于传承的环境各异 不同的八卦掌流派的形成和八卦掌先辈们的习武经历 身体记忆 理论基础等有诸多的关联 八卦掌经过他们自身的体会和理解 在继承的基础之上 创新发展 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那其中就以隐派和成派最为著名 隐派八卦掌啊 他的这个掌型啊 他是以牛舌掌啊 为显著特点 他的动作呢非常的敏捷 不法是多走自然步 颓发较多 尽力冷脆 讲究借尽使尽 以巧破尖筋 而成派八卦掌呢 他是以龙爪掌 龙爪爪我们看这个虎口成圆 这个小指啊 要有这个内裹的这个劲 为基本的掌型 要求呢 屈腿汤泥 百扣得法 横开直入 拧翻走转 动作舒展 尽力沉实 刚柔相近 可以说是螺旋力啊 层出不穷 宁果尽 变化万千 八卦掌的权术体系呢 历经传承与发展 而逐渐丰富 但是呢 不论哪门哪派啊 他的基本掌法呢 都包含有八大士 也叫定式巴掌 或者基础巴掌 老巴掌 或者称八母掌 也叫辨式巴掌 还有六十四掌 也叫六十四手 那单链的全数套路呢 他有游身八卦掌 龙形八卦掌 连魂八卦掌等等 细节套路 不仅有子武鸳鸯月 判官笔 等短小的双兵器 也有八卦刀 八卦枪 八卦剑 这一类较长的兵器 总体上来讲啊 八卦掌 具有鲜明的流派风格 和较为完整的传承谱系 到今天呢 仍然具有显著的技机 健身 美学等多种价值和功能 人们可以通过习练八卦掌 达到健身 防身 修身的目的 那么八卦掌 和八卦学说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八卦学说 是中国传动哲学的 经典之作 周易中啊 用洋谣和音谣 两种符号 组成的八种基本图形 作为八卦学说的符号 用来表示 自然界当中 天 地 水 火 风 山 泽 雷 八种物质 这些特定的符号 这些特定的符号叫 卦 因为八种物质 用八个卦来表示 所以称作八卦 八卦 囊括了宇宙万物 它互相搭配 又变成六十四卦 用来象征各种 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八卦掌是中国权术中啊 一个特色鲜明的权种 虽然八卦掌并不完全等同于八卦 但它确实又与一经八卦理论 有着特殊而密切的联系 八卦掌原名叫转掌 也称八卦转掌 游身八卦掌 游身八卦连环掌等 它以四正四语 八个方位为场 以周天六十四卦为掌术 行步走转为主 运用身形和掌法的变换 行功演练 在理论上呢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 和历代的八卦掌明家 他们都用义理 来指导八卦掌整体拳术的 运动和应用 在运动路线上呢 强调八卦方位图的 这个路线进行走转变化 在走圈的时候呢 还要求八步一圈 延圈踏向 寻向变化 而在套路编排上 它有定式巴掌 老巴掌 直探六十四掌等 都与八卦的数字相合 在寄机的意识上 八卦掌要求 八方旋转 走转不停 变化多端 八卦掌的这个权验啊 这样说 招招不离 脚变化 站住即为落地化 意思是什么呢 是讲八卦掌的招法呀 是在物法变化中完成的 如果你站住不动 那你就会被对手打倒 很惨的打倒 这样的技法运用 是符合八卦变化之特性的 好了 它不仅有技机的功能 我们再来看看 它的健身的功效 八卦掌 它不仅内含丰富 动作潇洒漂亮 还具有很强的健身功效 我们都知道 八卦掌 它是以走为先 以掌为用 延远走转 随走随便的一种权术 那八卦掌的歌诀中 对此也做了描述 八卦传掌 妙无边 形如推末 走当先 进退抽撤连环步 百扣走转 似旋风 因此呢 步法和掌法变化 是八卦掌的精髓 我们不要小看 这一个走字 我们都知道 人老腿先老 现代人 最为推崇的一项运动 那就是走路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人 甚至还以在网上 晒出自己走了多少步 为融 走呢 它是一项 十分有益的运动 但是八卦掌的走 不仅要求你能走直趟 还要求你沿着圈走 在走的过程当中 通过摆 扣 这样的这个步法呢 来实现 路线和动作的转换 练习起来 非常的有意思 此外 八卦掌当中啊 很多动作 凝转的这种幅度 也是很大的 那么对于人体的 柔韧性啊 协调性啊 要求就比较高 你比如说像这个 叶底藏花 这样的动作 还有燕子焯水啊 怪莽翻身啊等等 长期的坚持习练 这个八卦掌 你就会在提升腿部的力量 保持关节的灵活度 以及增强平衡能力 等方面 产生非常显著的效果 那在当前 老龄化趋势十分严重的今天 它对老年人防跌倒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术界啊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 叫做 权起于意 理成于一 这表示 中国的权术的来源与发展 总是与 医学 医学 密不可分 每一个权种的形成 与发展 几乎都或多或少的 受到中国古典哲学 和医学的影响 因此具有哲理性和健身医疗的价值